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计划和策略将从伊拉克展开 并且获得中东国家的支持 不过欧洲和亚洲国家对美国的主张则是有不同的意见 美国情报局估计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 拥有多达3万5千名战士比预期的还要多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决心之后 美国五角大楼公布更多细节 表示美国军机马上即将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的据点埃尔比勒基地起飞出发 目标对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 叙利亚政府马上表态 表示任何未获准的军事介入将被视为是挑衅行为 当局也强调不要拿伊国组织的威胁为借口借机入侵叙利亚 美国打击伊国组织的决心没有受到动摇 人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正推动建立区域联盟 欢迎阿拉伯十国的支持 包括沙特阿拉伯 埃及 伊拉克 约旦和阿联酋 不过土耳其拒绝加入 克里将在今天亲自前往土耳其进行流水 这是一个时刻 美国的欧洲盟国反应不一 英国和法国不排除加入空气行动的可能 德国不愿介入 意大利虽然不加入战局 不过可能为战机提供燃油 至于亚太国家方面 中国表示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澳大利亚将支持空气行动 日本和韩国则表示将提供人道支援 感谢观看